为了能够招到更多的学生 园长想了一个好办法 要把自己的照片放进入园手册里面 不过园长那张可怕的脸会吓退更多的人吧 好在园长有自知之明 买了一个新型的照相机 可以自动捕捉人的表情自动拍照 这样应该就可以拍一张笑容满面的照片吧 于是小心听后又顽皮了起来 给园长拍了一张剧丑的照片 这个时候刚好梦牙过来送照片 得知园长靠靠机器照片 于是怒了 要拍出温暖有笑容的照片 是要用这里用心化腐朽为神奇 神奇吗 没错 你看变出鸽子了 很神奇吧 重点不是在神奇了 是心是用心 因此一场人与机器的较量呢 就要拉开帷幕了 不过园长也太严肃了 一直板着一张脸 像别人欠他一百万似的 真是令人头疼啊 不过小心也太不专心了吧 没一会功夫就跑去拍漂亮的大姐姐了 真是个不靠谱的家伙 美牙这样对脸拍 是不是有点尴尬了 得像个办法让园长笑才行 于是几个小朋友就围了过去 把园长脸上贴满窗口贴 这不是微笑的脸 是可笑的脸吧 梦牙生气的把园长脸上的窗口贴都撕掉 差一点也把园长的胡子也拔掉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么只能使上最后的招数 梦牙见识寄来了 努力寻找最佳的角度拍照 跟另一个老师撞个满花 小欣还不忘去凑下热闹 幼稚园的小朋友拉着园长开心地玩起来了 园长也由衷地露出了真心的笑容 梦牙马上拿起相机要记录这一刻 然而小欣又出来捣乱了 小欣一个飞起 直接挡住了梦牙的快门 屁股还直接坐在梦牙的脸上了 难道就错过了那难得的时刻吗 哎呀 在拍什么地方呢 而且照得非常清晰 为什么小欣的屁股 照起来会是微笑指数百分之百呢 因为屁股就是人家的脸呢 看来今年也换不了照片了 不 questions